那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看的topic就是 我们会遇到的其他状况 怎么办 现在是按下 那我们继续刚刚所 关心的这个 Education对Wage的印象 这里少打一个C 然后呢 我们如果今天他多放了一个完全一样的解释变数 都是experience Stata还是会跑给你看 就是他很倔强 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个 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里有一个experience 又有一个experience 你就发现说 第2个experience他自动把你估零 而且呢 Stand error还跟你说是Omit it 就意思是说Stata他发现你在欺骗他 你居然给他两个一样的解释变数 那他就不高兴 所以就自动杀了其中一个 你就发现说 他蛮聪明的嘛 可是呢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如果你的 回归式 出现了这种状况 我们把它叫什么 完全的线性重合 Perfect Multicollinearity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你的beta head是不存在的 那beta head不存在的意思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 课本第717 其实有去写到 Matrix form 就是把这个beta head 的matrix 给写出来 他其实是这个 x transpose x inverse x transpose y 这个东西啊 他要存在当然是 这个 matrix的inverse要存在 那这个matrix inverse存在的话 其实就是 这个matrix 他要full rank 这个matrix 一定是一个 一个方阵 就是他的rank 一定是 不是rank 他的dimension 一定是n n by n 那这个 大家也可以重新 代数大概 Flyberg的 第 6.3吧 第6章第3节 有谈到linear regression 你也可以去看到 就是简单来说 你可以去证说 这个东西的rank 可会等于x的rank 那只要xfull rank 这个东西就full rank 那这个东西就存在 他的invertible就存在 那这个beta head才会存在 所以你今天有 完全线性重合 意思就是什么 你其中一个解释变数 是由其他的一个 或者是多个解释变数 的linear combination 而来 那这样当然就 存在了完全的线性重合 也就是说 并没有线性独立 而是线性相依 那线性相依的情况之下 beta ols就不存在 好 那如果今天 刚刚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SETA也看得出来 你在骗他 所以他自己丢掉一个变数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 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并没有到 perfect multicollinearity 而是 high degree of 线性重合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写了 一点点的code 来去 做这件事情 那为了具有可重复性 所以我这边还是 SETC 你可以在这边跟我一起执行看看 首先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去玩这个 Experience 好这里再稍微多看一件事情 就是Experience跟Experience的 相关系数当然是1嘛 这是废话 可是我只是要去讲说相关系数是1 才代表 你有完全线性重合 或者有完全贡献性 那如果是高度贡献性呢 我们先SETC 然后呢 根据我的observation的数量 526个 去做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 Generate的意思 就是我要产生新的变数 产生新的变数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 在Data Browser里面 我有几个column 我今天就要新增一个column的意思 好 我们就回来看 我来新增一个column 那这column要是怎样呢 它叫做random arrow 而且它是uniform 这是uniform01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 random arrow里面就出现了一大堆乱数 好 有了这么多乱数之后呢 我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我要 再叫一个新的变数出来 这个新的变数叫做new experience 然后呢它是原本的这个experience 再加上这个随机干扰 好 就执行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又多一个column出来 那这是new experience 那我们拿去跟原本的experience相比 有点遥远 除非我把这里全部给 勾掉 好没关系 大家可以议会一下就知道了 或者是自己执行 都自己看 就是 这个东西当然跟你原本的experience 只差了这个 介于01之间的东西 好 那我 我这行只是 要把我中间 处理的这个random arrow给干掉 所以就是刚刚就会有一个column就不见 你就会发现random arrow那个column不见 好 那现在我要看的话是 我的新的 这个变数跟我旧的experience 它之间 它的相关 性有多高 非常非常接近1 但不是1 对吧 那我们就 拿去刨一个 刚刚其实在刨的linear regression 只是我把这里的experience 换成这里的new experience 那看看会发现什么事情 你就赫然的给它发现 嗯 诶 SETA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东西给丢掉 可是呢 可是发现什么事情 跟这个相比 可是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件事情 诶这个experience啊 虽然它的pvalue并没有那么那么的小 可是还是 低于5% 我们可以说它 显著 5% 那这个是 没有估的 当然就没关系 但在这里呢 experience pvalue0.9 new experience pvalue0.86 好像在说一件事情是说 这个 和这个都不显著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 显然啊 就是 我们可以从 这个beta1是true parameter 我们想要用beta1 hat去估它 那我们的这个beta1 hat不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既然它是一个random variable它就会有variance 那它的variance其实我们也是 不真的知道 我们只知道它的variance的估计 好所以我们就写成这个notation 那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什么 这是课本所列出来的公式 你可以去看到说 但其实这是在 简单先进回归里面 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拿来用 拿来去思考 就是如果你今天 x本身的variance 越大 因为它在分母 是不是这个东西 beta1 hat 的variance就应该越小 OK 好 那 sorry是这个variance越 让我想想 对 我刚刚没有讲错 好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东西是 刚刚啊 我在做的事情是 我增加了一个解释变数 你可以你今天就要先把这个x 给看成某种matrix了 所以它是 有好几个解释变数 所以有好 有好几个column 这x 的 column有好多好多个 然后呢 row的话就是它的observation 我多加一个column 可是这个column是由 前面的column 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再加上 一点点的随机干扰 所 造出来的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 整个 这个x 虽然它是一个 很大的vector 或者说matrix 但你也很去想 它的整体的 变异程度是不是 变小了 它整体变异程度变小 是不是 就这个东西分母就变小 这分母变小的话 那这整个东西就变大了 既然 我们对 变异数 的估计 是变大的 那我们的标准差 是不是也变大 因为标准差 就是把它开根号而已嘛 那我们又记得 我们的t statistics 长这个样子 是我们的estimate 再除以standard error 所以呢 既然standard error 变大 那t statistics 就变小 变小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不容易 去拒绝 我们的non hypothesis 意味着就是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两个experience 它都很难的显著 在统计上显著的 1于0 所以这就是高度贡献性 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如果今天 你发现说 有一些变数 它的 它非常非常的不显著 那 你可能除了去想说 它真的没有 没有 去帮你控制住 Aeroturn以外 你可能还要去想说 是不是它遇到了某些 高度线性重合的问题 OK 那在下一个的话是 我们要 看一下 如果不是 Homoska的statistic 那我们如果不用 Robust 的regression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 WeightedLeastSquare 那这边我就不会讲 太多 我们就是把这个 code给稍微看过去就好 就是 这是你原本的 LeastSquare 而且不是 不是Robust 是 一开始的OL 而且是UnderHomoska的statistic 那你可以 一样看到说 诶我的 这个 recidual plot 我们稍微看一下 呃为什么要 好 没关系 这样子 我们来看 这是我原本 在OS看到的这个regression 然后呢 我可以看一下 它的recidual 现在我可以说 这个recidual 有点像零形好了 那我就说 有点是说 它当然没有 Homoska的statistic 因为 当我的X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在education在这里的时候 遇到的变异程度 可能比较大 可是当我X偏离 这一段的时候 变异程度就变小 变异程度就变小 像这样 那如果 某个假设是对的 这个某个假设就是 糟糕 它跑到那去 这某个假设是说 如果 我的arrow term 它的variance 真的就是 依据我的observation 才变的话 它比如说就是我今天 照某个education的level 那我所遇到的 这个sigma 为什么没有变成 没关系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图 education 是这个level的时候 遇到的 变异程度就是这么大 就是我的arrow term的变异程度 就这么大 我的education在这个level的时候 我的变异程度就是这么大 如果真的 这个假设是对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把我的每一个 observation 都去根据它所对应的 变异程度来做调整 那做完调整之后 其实我又可以回到 HOMOSQ的statistics 那这个调整 其实在code上面写 不会 很难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只是这样而已 我多加 一个中括号里面的东西 这个a weight 等于education 那当然其实这个是 还是有一点其他问题 我们今天只是最简单来介绍 因为我 感兴趣的变数是education 对log wage的影响 那今天万一是 你 感兴趣的变数有 不止一个 那 以后再来探讨 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给我一个 weighted list square 的估计 跟刚上面这个估计 会有一些不一样 你去观察他的 Standard error的话 其实是给 不太一样的 那你会发现 Standard error 稍微大一点点 好 大概是 这样 OK 那就讲一下 几个优缺点 就是说 第一个的话是 如果你的假设是对的 就是我们刚刚对 Aeroturn的假设 那这个时候 weighted list square 就是WLS 它 是有效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你可以用 HOMOSC Statistic 底下的 很多东西 比如说 你又看到这张table 你又看到 Adjusted R2 HOMOSC 可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很显然 就是如果你的 假设不对 那它就不会对 那再来是robot 我们只要 打一个简单的option 很轻松 而且 没有这个table 其实对你来说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并不会真的失去了什么 所以 没关系 好 再来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 Dummy variable 在Dummy variable里面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可能会是这样 刚刚我们有各个教育年数 从一年到快二十年都有 可是如果我今天感兴趣的是说 我只想看高等教育 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的工资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或许我可以这样分组 我把 受教育年数超过12年的算成高等教育组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非高等教育组 那我关系的问题就是变成这条回归式 那它在问什么问题呢 如果被他忘了是正的好了 那我想问的就变成是 收购高等教育的话 平均而言会不会比没有收购高等教育的 在工资上 多出 Beta 1元呢 那Beta 1有可能是负的嘛 那这边边低 平均而言 这个组会比那个组低 多少工资 就是像这样 很简单的问题 在这里的话 Beta 1全是 刚刚我所讲 对比起非高等教育组 因为今天我的高等教育组这个 这个解释面数 High Education 它就是零或一而已 所以取零的话呢 Beta 1组 被干掉 成Beta 0 那意思就是 非高等教育组 他们的 平均薪资水准是Beta 0 Beta 1的话是 比起 非高等教育组 平均薪资 Beta 0 高等教育组还要再多上 Beta 1元 的薪资 就是非常简单的诠释方法 那我们在Stata里面要做的话 我们就 同时来介绍Data Cleaning的部分 第一个的话当然是我们刚刚其实看过的 我要产生一个新的解释变数 就用Generate 那新的解释变数的名字 High Education 它的取决要是1 当什么事情呢 当已经有的这个解释变数 Education 它大于12的时候 那我们就来执行一下这行 好这个我们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现在 有一个东西是说 嗯 我们有LogWage 在 在这里 这个LogWage跟这个Wage 就只是 猜猜说我把它取Log 就得到一个LogWage 那先假装我没有LogWage 所以我把它给 丢掉 丢掉LogWage就消失了 那我 可以用Generate 再把 叫做 真的叫做LogWage的这个变数 给叫出来 那就是像这样子 很简单嘛 跟刚刚LogWage的取值其实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刚刚要做的事情是我想要高等教育组 当Education大于12的时候 我们稍微看一下Education 这很前面 这里 所以像这个 它所对应出来的 新的 大于 所以这也不行 这个 对应出来新的变数 High Education 在Observation6它取值就会是1 像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 来执行看看 好 这取值是1 那你会发现说 奇怪为什么其实它变成点 我希望它是0啊 怎么它不是0呢 因为刚刚我们这一行 的条件 只有去说到什么 大于12的那些 我才要让它等于1 好所以呢 显然 我不知道其他的状况是什么 那我就写反过来的状况 就是我想要让 Education 小于 小于等于12的那一些 它们的取值 好比说这个 这个我把它拉到左边 Education其实是小于等于12 12吧 对不对 然后它们的取值在 叫做0 这样子 OK 好 很简单 好那其实这有件事情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我先执行第1行 然后把这个highh可以叫做 Test 是一个新的东西 我会有新的 一个column叫Test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写呢 就是 我既然已经有 Test 这个column 那我想要让Test 等于 1 if什么 if Test 等于 等于这个 点点 这是MissingValue的意思 这样也可以 但是这样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生说 嗯 好 它全部都被你改过来了 所以 你要注意的是 因为其实这个点 它 真的在Stata里面取值的话 它 不是一个Numeric的运算单位 那有时候是 是的话它是Infinity 所以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就用 Education 来去比就好了 因为你是根据你的一个变数 来产生另外一个新的变数 那你就不要 再对新的变数本身自己去做定义 OK 那 那 我们稍微 我们就不要理这个Test 我们把它Drop掉 我们要看的东西是 来看一下我这样算的对不对 在看的话就帮我计数 看一下有几个高等教育组 然后再看 几个 就是 这行告诉我的是说我 整个 全部的Table里面 Education大于12的有212个 那这是告诉我说 我已经新创建出来的这个变数 它取值为1的有212个 所以这就告诉我说我这个变数 并没有数错个 至少它应该是对的 好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跑一个回归了 刚刚我们看到回归是不是 被解释变数 LogWage 解释变数 HighEducation 0或1 我们跑这个 Regression 但是我要先把刚刚的 LogWage给叫回来 好 我们就看到了这张Table 那怎么诠释呢 是不是就是说 诶 我 我刚刚知道说这个是beta0 hat 他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非高等教育组他们的平均工资 然后呢 这个 HighEducation 的话是什么 是 高等教育组比起 非高等教育组他们的 平均 对数工资 对不起 是对数工资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说 非高等教育组他们的平均对数工资 是 1.46 元 可能是1.46 万美元 或者1.46 千美元 我不算确定 那HighEducation 的话就是 比起 非高等教育组 他们多了 0.39 Log 某个单位的美元 像是这样 OK OK 好 往下 那这个图就会跟我们刚刚 有画过的 分布的图 联系在一起 刚刚我们画的是没有Log 但是这里有Log 就稍微看一下 我是不是说了我们不一定要从0到 18 全部都画出来 我们可以 只画一部分 那只画这一部分 你就发现说 我只在这个部分里面去fit出某条直线 你就稍微看一下我这边fit出来直线可能比较 平缓 这里可能因为上面的observation 比较多 或者说整体的趋势比较像是 这样 这里fit出来的直线可能比较陡一点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非高等教育组 他可能是1.46593 是一个斜率比较大的 的直线 那这个0.39 是不是一个 比较平缓的直线 所以呢这个图 这个分布的图其实可以去帮我们在dummy variable里面去 更理解 这两个 是怎么被估出来 好那现在我们要去想的东西就是 刚刚我们的model是 我有放 high education 然后 没有放 load 或者是去 放了一个 beta0 那他的 解释的 方式是我刚刚所说的 那现在这个呢 现在这个话就变成是 伽马0 就代表了 low education 他的 平均 薪资 那伽马1就代表 high education的 平均薪资 而不是 像刚刚beta1是 比起low education high education会多多少 那你就可以去想 这条式子为什么不能估计 你又有 eta0 又有eta1 又有eta2 其实 这两个东西取值01 这个东西取值1 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取值0嘛 这取值0就相当于 这取值1 你会发现 如果他们两个都取值0 那 eta0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他们两个都取值1呢 eta1 eta0加eta1加eta2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也不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 你根本就 无从去估计这个 eta0 或者是你可以去说 其实你遇到了 完全线性总和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你该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么把eta0丢掉 变成 上面这个模型 或者把其中一个 Domain variable给丢掉 遇到 前面的那个模型 这就是 Domain variable trip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们要初步的来 整理资料 第一个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家要读Excel档 就用importExcel 很简单 后面就档名 或者是你要读CSV档 我们待会读CSV档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个例子 这两个其实是非常非常 相似的用法 Use也是一样 只是它是forDTA档 Export的话呢 按Safe都是存档 只是Safe你只能存DTA档 Export你就可以选择存Excel或者是 CSV档 好 那使用if的话 我们有这几种 条件判断 有等于等于 有不等于 有或 有且 然后这个东西表示missing value 然后在 整理我们的 Data Browser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 Generate 有 E-Generate E-Generate其实产生一个统计量 那这统计量就是 这整个Column都一样的东西 Drop的话就把一个Column丢掉 Keep它是只留住 你写下来的那几个Column 这里不一定是一个 可以是多个 Merge的话是 合并两个DataSafe 根据 相同的 一个Column来合并 如果你没有相同的Column的话 他只会把两个DataSafe给 嗯 他会不知道 不晓得怎么合并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的最后要来看 Beta of a stock Inc 2 1 2 5 7 7